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2299集 杜兆辉的心一点都不野 他就是想要一号宗帝 他下场竞拍 为会场竞拍带来了小高潮 竹岁周跟了两轮 就直接放弃了一号宗帝 太贵了 跟不起 唐元月想了想 也让何时恩不要再举牌了 何时恩还有不服气 姐夫凭什么要让着那个兴度的 唐元月低声解释 有三块祖地 你招什么急 我们相互竞将 最高兴的还是爷城政府 这是生意 不是斗气 事关生意的时候 脑子最好清醒点 眼下不是在什么艺术品拍卖会上 大家同时看中了某个艺术品 相争不放 慢慢的竞价竞出了真火 有周围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不继续加价 面子下不来台 有钱人的钱 想怎么花都随自己心意 一旦涉及到生意 就要考虑成本和盈利 被女朋友哄高兴了 送房送车 几百万花出去了 不心疼 那是花了钱 心中也高兴 但一笔生意 亏了几百万 那真是从头发到脚趾头 都不舒服 唐元月还在生杜兆辉的气 但杜兆辉眼下 想要一号踪地 他愿意让一让 不让也行啊 他跟着竞价 把一号踪地的拍价炒高 让杜兆辉多花几百万买地 那又如何 杜兆辉反过来 就会在二号三号踪地上瞎喊价 让玉华今天一块地都买不到 所以唐元月不进价了 何时恩似懂非懂 年轻人一言不合 就挽起袖子争斗 理解不了唐元月的做法 可何时恩手上的号牌 本就是玉华的 唐元月让他举牌是过过瘾 没有唐元月的允许 何时恩是不能瞎举牌的 他要是一时冲动 喊个三千万 肯定能把一号踪地拿下 可这三千万 他又掏不出来 最后还是玉华集团买单 回港岛后 多半要被他老豆把腿给打断 何时恩拿眼睛瞪杜兆辉 杜兆辉浑然未决 唐元月一退出 场上就只剩下三方在竞争 一是杜兆辉 一是哈罗德派来的代表比尔 第三个是港岛的一家公司 唐元月不继续出嫁 另一家公司的代表 也冲杜兆辉拱手 也要把机会让给争容了 所以最终就剩下杜兆辉和比尔 在竞拍 两人轮流举牌 直到比尔出嫁到了2400万 杜兆辉又往上加了50万 这下连比尔也不想继续出嫁了 一号宗地 二十号出嫁2450万一次 还有没有人出嫁更高的 一号宗地位于椰城西郊 总面积122.3亩 起拍价1800万 二十号出嫁2450万两次 2450万出嫁三次 成交 木锤使劲敲下 一号宗地最终以2450万成交 杜兆辉站起来宠全场挥手 骚包的厉害 杜兆辉觉得这价钱能接受 椰城政府也比较满意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局 杜兆辉坐下后才问下小兰 会不会亏啊 椰城政府和椰城地产业 都要感激你的贡献 你的出嫁让椰城的地价 一举突破了二十万一亩 亏是不会亏的 就是少赚点 可相较于未来三四年 穷倒地价的涨幅 少赚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百二十二点三亩的土地 最终成交价两千四百五十万 单价高达二十点零三万一亩 眼下才是一九八八年底 夏小兰觉得 穷倒的地产热比上一世来得更快 是因为她的影响吗 这不是夏小兰自大 而是这件事可能真有她的影响 比如 朱穗州本不会来穷倒炒地皮 比如杜兆辉和唐元月 夏小兰不知道他们上辈子是否会来穷倒投资 但就算要来也不会这么早 资本过多过早地涌入 穷倒的地价当然会涨得比前世更快更猛 泡沫来得快也会破得快 夏小兰暗暗提醒自己 不能再仰仗上一世的记忆去看待穷倒地产形势了 以现在的形势等不到一九九三年 穷倒地产泡沫就会被戳破 她若是再推波助澜 时间还要提前 夏小兰没说会亏 杜兆辉就自动过滤成了会赚 会赚就行 会赚就说明 争荣集团在穷倒的投资是对的 她是争荣集团的董事长 可以光明正大留在穷倒吗 杜兆辉心中欢喜 唐元月的劝告并没有影响她的心情 她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杜家有没有继承人这种事 现在操心太早了 她还不到三十岁 等四十岁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晚呢 现在她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因为她不痛快了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打败了杜家其他人 能当家做主了 谁也不能勉强她去做不愉快的事了 杜兆辉已经拿下了一块地 接下来的竞拍就不太关注了 当然 等到二号宗地竞拍时 夏小兰举牌 杜兆辉也跟着举牌 二号宗地六十九亩 起拍价九百五十万 要比一号宗地的单价便宜 位置上嘛 也不如一号宗地那么好 但它引起了全场的疯狂举牌 这是资本部雄厚的竞拍者 最容易拿下的地块 朱岁周也想要 圣轩的心都揪到一起了 杜兆辉对一号宗地表现出 势在必得的决心后 大家都陆续相让 可朱岁周显然并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一群人该怎么出价 还是怎么出价 二号宗地的出价 被一点点炒高 九百五十万的起拍价 最终被推到了一千四百六十万 二号宗地 一千四百六十万一次 二号宗地 单价二十一点一六万一亩 比一号宗地还高 和朱岁周相争的是比尔 朱岁周只能无奈打算放弃 沈轩替丈夫委屈 朱岁周自己的心绪也不平 本来说好要理智的 不管能不能拍到都是好事 但一旦进入了竞价的模式 一次次举牌 一次次飞快计算单价 一点点加价 最终还是超出了承受力 要放弃 这得有多不甘 隋州再举一次吧 都已经把价钱推到了这么高 再举拍一次又何妨 杨帆地产拍不下二号宗地 不如把他价钱推得更高 阿萱 朱岁周也不想放弃 到底是没说出什么反对的话 盛轩直接把牌子举起来 一千五百万 三十一号出价一千五百万 全场又开始窃窃私语了 杨帆地产是啥来历 他们不知道 这几个月在穷岛 陆陆续续也买了不少地皮 现在一看 人家这财力还真是很雄厚的呀 另一边 杜兆辉低声笑 他要和威尔逊家争啊 你说这个姓朱的 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啊 杜兆辉对朱岁周的定位就是 衰宰鸡的跟班 衰宰鸡坐牢去了 没瞧见如此精彩的一幕 真是太可惜